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Lola 今天要分享的是我琢磨遮瑕这么久了 我觉得最简单又好用的一个思路 可以帮助你轻松达成完美遮瑕 同时我也会分享很简单又好用的遮瑕手法 如果你对遮瑕感兴趣的话就一起看下去吧 你会不会很难画好遮瑕 你会不会很难分清黑一圈类沟多一般点 分别要用什么遮瑕 你有没有过收藏的一个遮瑕盘的调色思路 但是换了另外一盘就不知道该怎么用了 这些都是在我化妆初期困扰过我的问题 后来我才想明白了 遮瑕其实特别简单 遮瑕其实就是肤色同化 设想一下 现在我们身边有一片草丛 有一只变色龙走了过去 起初我们还能看到它 但是在它的体表颜色变成绿色之后 我们就看不见它了 这只变色龙也就消失了 这就是遮瑕的底层逻辑 让我们脸上这些暗眼的瑕疵的颜色 和它们周围的肤色无限接近 这些瑕疵也就消失了 只要遮瑕的颜色用对 无论是黑眼圈 类沟 斗印 法令纹 还是斑点 我们都可以遮好 你学废了吗 学到了可以在弹幕上扣一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把手头功夫练好 可以分三步走 判断这个瑕疵对于你的肤色来说是属于 差很多 还是差一点 我比较重的黑眼圈就属于 差很多 那这种由于法令我尝试的一点点阴影 比较淡的痘印 包括一些嘴角的暗沉 这些就属于差一点 拿出两个遮瑕 一个比你的肤色深一点 一个比你的肤色浅一点 可以是两个色号的遮瑕液 也可以是遮瑕盘中的两个颜色 按照化妆的流程 会先薄薄的晒一层粉底液 均匀一下肤色 手背上留有一点点粉底液 用这个粉底液的颜色当做参考 调一个和肤色一样的 或者是稍微比它亮一点点点的 我们把这个当做浅的 调一个比肤色稍微深一丢丢的 我们叫它深的 刚才那些属于差一点的瑕疵 直接用浅的 太阳靴这里也有一些痘印 那种眼尾的暗沉也是属于 差很多的 先上一层深的 让它变成差一点 现在可以看到我的眼下 这里还是有一道很浅的暗色 再用点浅色 拿这边来举例 优化一下步骤 脸上这种差很多的瑕疵 先盖一层深的 然后现在脸上全都是差一点的瑕疵 再一块用浅色的遮瑕 嗯 搞定 可能现在有朋友要问了 说了半天 我不还是要这样一遍遍去练手吗 对 但是你以后再遇到 比方说换遮瑕盘呀 新长了一颗痘需要遮压 你就都可以轻松处理好了 其实这样的话 你也知道怎么在P图软件上 给自己P掉黑眼睛 内钩 痘印等等 思路是一样的 都是肤色童话 其实这样你也懂怎么挑遮瑕产品了 说到底就是需要对我们肤色来说 一生一浅的两个遮瑕 两到三色的遮瑕盘可以的 多色的遮瑕盘可以的 某款遮瑕液中挑两个合适的色号 也是可以的 现在你已经知道对于遮瑕 你需要的是什么了 产品的选择也再也不会那么的困扰你 那如果你和我一样 有很难忽略的黑眼圈内钩 做好遮瑕你会发现 其实都不用上太多的彩妆 就已经好看了很多了 对吧 我觉得练好遮瑕挺值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不要忘了留下你的三连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